冠玉老師我們就來研究一下 哪一些不良的風水 會造成我們容易受到小人的攻擊 會造成我們容易受小人攻擊 這些小人就是那個黑門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酸民是沒有老金的 不是我們沒老金 反正他就是要酸你 他的目標達到 那就因為你的環境當中 你自己面到了那個 不好的分子在那個地方 就是那個物體 導致一股風的能量 來影響你居住的環境 自然而然你所表現出來 再怎麼好還是不好 所以就是說自然而然的現象反射 所以第一個我們可以看是 宰屋前方見到三件穿行山 我們房子看出去 在你家的房子往前看的時候 你看這個房子往前看過去的時候 看到這個一個兩個三個 你看一個旗桿 旗桿 三個旗桿就在你面前 工藝房子很多很奇怪 你還會立得不知道是什麼 有時候只有三個剛好是那個什麼 壁雷針 很高的壁雷針就三根 基地台啊什麼的 就立起來 所以三根出來 三件穿行山 這個三根的時候就 砰一下過來了 完蛋了 所以你住在你家的環境 看過去這種情況 就是代表你出去必須 面對外面的這種阻覽 這一根電線桿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就代表你出去會面對一股瘋的回流 這叫肥蜂煞 這一股肥蜂煞過來的時候你就會受傷 結果一根不夠加一根在三根的時候 完蛋了 這叫三件齊放 三件齊放一定怕得到 所以你就叫怕死 所以那這種狀況之下 就代表我們自己會很難受 當你的表演再好 你能力再搶 不管怎麼樣 絕對會面臨這種挑戰 那這種挑戰當中 OK 當我碰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克服 我們住的環境 我沒辦法改變 沒辦法搬家 如果有能搬家 當然我都建議說 那我就搬了 怎麼去改 對不對 好 當我不能搬的時候 它是山心過來的時候 它要打你只有一根 所以一根 為什麼你不給它加大 你給它加大 反射回去 以大薄小 所以有個大的土豆徑 在你家的環境做一個大的土豆徑 就反射回去 反射一過來的時候 你看 從那邊一看過來 這個更大 所以你走到對面去看看 你的土豆徑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 哇 他們家比我這邊還強壯 力量還強 所以就代表 我們這邊反射回去 就把它把它組閣掉 這就是化煞 把化煞這種情形之下 我們把叫做什麼 把所有化煞圍觀燈降臺 對 把這個煞擋掉之後 變成是我的將軍 所以說 你要來殺我 借用你來幫助於我 所以在我面前是我的部隊 但是你不反射它的時候 它就傷害你 我把它反射回去的時候 就是我在這個地方 試煉觀在這個地方 你是我的部隊 這是將軍 雙鳴會變成你的鐵粉 對 黑粉變很棒 對 所以你就黑粉變什麼 變紅粉 所以我們要懂得去化煞 第二個我們可以看到 宰屋的前方見到無鬼垂胸煞 你看 建築物上面常常可以看到招牌 或是有冷氣的主機 那我們看到這個圖的時候 你看這冷氣主機 它又不排列很整齊 結果本來對在四個 再加上一個招牌 那這個地方就是五塊 明顯的物體在飛來火 那飛來火你在敷水看的時候 它是整房子看著一個人 它就一個手在垂過來 突然在外面就蹦過來了 所以叫飛來火 所以叫垂胸煞 這種垂胸煞的時候 又剛好五個說叫無鬼垂胸煞 那這種情形只要 你在你的空間對外的時候 必定會面臨到什麼 都是無情的 沒有可講的 所以這種情形像我們都在 陽臺建築裡面 我們都會記住 幫我碰到這個的時候 我鏡殼 我能避 我就避 當完全不能避的時候 我像這種情形也不是用突兔鏡 我們就建議說要什麼 你整個窗台上面 鏡殼你用什麼 水晶珠鏈 整片的水晶 用那個水晶的 水晶的反射 它是各種大小顆的水晶的時候 它到處反射 比如說你要過來的時候 我把這個完全粉碎掉它 你用水晶 它就把它再攻過來 是一個大的東西 那我讓它去粉碎 粉碎掉之後 這個氣就往下滑 所以把來的煞氣往下調整一下 自然而然 就我們不會受到攻擊 所以說我們風水上 碰到這種東西 無鬼垂胸 這種灰菌會產生什麼 無鬼垂胸 所以一般的話很強盛 但是到最後可能很多 本來都很開朗的 很開放的時候 到最後會變成宅懶宅女 所以要特別注意 當我們居家環境 外面有特殊的這種建築 尤其烏突 在烏突多的地方 最不適宜居住 所以我說 我們在買房子 租房子的時候 當有時候像你們年輕人 這樣去租個房子來住 那剛好租 租的便宜是什麼 人家上面加蓋的 然後加蓋住上面看出去 當然全部都人家烏突 烏突就很亂 所以代表你的前途 絕對打不開 所以你 連肯住二樓還沒有那麼糟糕 高樓的時候 剛好人家烏突蓋出來 前面大家都一樣高 結果那邊有加起來都是亂的 那這種氣場是亂的 所以代表你的前途就很難載出來 所以我們建議說 你要選得比較中間加層 不要選得最高樓 因為高樓很容易碰到像這種 烏鬼垂胸煞 那這種垂胸煞出來 有的它如果前面在一棟樓遮住的時候 它又會變成什麼 那又變成小人攤頭了 所以一樣都是小人來攻擊你 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基本上我都建議往下去住 但真的沒辦法是用水晶鑄鏈 最能夠完全的發煞 我提供給各位做參考